你敢相信吗? 八万年后,太阳系也会成为双星系统。 银河系单星系统多,还是双星系统多? 它们的占比分别是多少呢? 距离地球8.6光年外的天狼星系统。 夜晚,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天狼星只有一颗。 可实际上,天狼星是一个双星系统, 由一颗储蓄星和一颗白矮星所组成。 天文学家将它们称为天狼星A和天狼星B。 而我们的太阳系是一个单恒星系统。 太阳系中八大行星与其他行星都在围绕太阳进行公转。 那么,银河系当中单星系统和双星系统分别占比是多少呢? 这两个系统哪个稳定性会更好? 本期节目,我们一起去了解银河系中的恒星分布情况。 看看最多的恒星系统是由多少颗恒星组成的。 银河系是一个横跨了十万光年的庞大星系, 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星空世界。 里面包含了至少两千亿颗恒星, 以及上万亿颗行星、小行星、彗星等物质组成的天体系统。 我们的太阳都处在银河系中的猎户悬壁上。 绕银河系中心公转一周需要2.5亿年。 天文学家通过观测研究得出结论, 银河系的总质量约是太阳的8900亿倍。 观测数据表明,银河系中单恒星约占25%, 双恒星约占60%,三星系统约占10%, 上下的为四星以上的多恒星系统。 假设我们银河系有2000亿颗恒星, 如果25%为单恒星, 那么单恒星数量为500亿个, 而双星系统比例高达60%, 也就是说银河系中双恒星系统数量为1200亿个, 上下300亿个为三恒星以上的多星系统。 那么单恒星和双恒星系统谁更稳定呢? 总体而言, 单恒星系统相对于双恒星系统和多星系统来说, 更容易维持稳定的运行, 主要原因是没有其他恒星的引力干扰。 拿我们的太阳系来说, 太阳系目前为单恒星系统, 而太阳是太阳系的中星天体, 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.86%, 里面的所有行星和卫星都在围绕着太阳运行,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轨道结构。 太阳带着地球和其他行星卫星在宇宙中以每秒220公里的速度, 绕银河系中心的质心在运动。 没有其他恒星引力的干扰, 因此太阳系稳定地运行了45亿年之久。 这种稳定性使得地球上能够诞生出无数繁杂的生命, 让生命可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生存和进化。 稳定的光照和空间环境, 让地球有了充足的时间孕育生命, 并演化出人类这样的智慧文明。 而双星系统的稳定性仅次于单星系统。 双星系统的情况可能会有许多的不确定性。 双星系统是指两颗非常靠近的恒星所组成。 这两颗恒星在各自的轨道上绕共同的智心在运动。 实际上, 双星系统分为物理双星和光学双星, 以及目视双星、分光双星等。 比较常见的是物理双星系统。 我们拿天狼星为例。 天狼星分别为天狼星A和天狼星B。 其中, A星为主续星。 它的质量是太阳的二倍, 体积是太阳的五倍, 亮度是太阳的二十五倍。 由于天狼星距离太阳只有8.6光年, 因此, 我们夜晚看见最亮的恒星就是天狼星A。 天狼星B是一颗白矮星, 虽然它的体积和我们的地球差不多大, 但它的质量却大于太阳的质量, 是地球质量的三十三万倍。 天狼星B也是已知最大质量的白矮星之一。 有的双星系统是一大一小两颗恒星, 有的双星系统是两颗质量相差不大的恒星互相绕转。 因此, 双星系统稳定性没有单恒星的强。 它会对系统内的行星产生复杂的引力射动和潮汐作用。 这样的环境可能不利于生命的演化。 即便生命在双星系统的行星上诞生, 由于双星系统的不稳定性, 可能会因为眼力相互作用而产生轨道共振, 甚至发生大碰撞, 导致系统的解体或者产生异常。 这容易打断生物进化的进程。 在银河系, 除了有大量的双星系统和单星系统, 还有约10%的三核星系统,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距离地球4.37光年的半人马座A星系统, 也是刘磁心三体中的智慧文明三体文明的所在地。 这个系统中有三颗恒星, 其中A星的质量是太阳的1.1倍左右。 B星质量是太阳的0.91倍, 最小的恒星为C星, C星又叫比林星, 质量只有太阳的12%, 是一颗寿命可达三万亿年的红矮星。 当人类科技能达到星际与星的技术时, 比林星或许会成为人类首个探访太阳系外的恒星系统。 除此之外, 天文学家在银河系中发现迄今为止, 最多的恒星系统中, 包含了七颗恒星。 七核星系统在宇宙中十分罕见。 目前人类在银河系中发现了七核星系统只有两个。 一个是位于天蝎座的防锈二, 另一个是先后座AR。 这两个恒星系统都是由七个恒星所组成。 其中, 位于天蝎座的七核星系统, 距离地球只有470光年。 从理论上来说, 如果一个恒星系统包含了太多的恒星, 这个系统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现象。 可能质量小的恒星会与质量大的恒星发生碰撞, 也可能会被大质量恒星强大的引力效应驱逐出系统。 尽管目前太阳系只有太阳之一颗恒星, 但科学家根据观测研究和模拟发现, 蓄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比林星可能会在八万年后进入太阳系中, 成为太阳系中的一部分。 届时, 我们的太阳系可能会成为双星系统。 到时候, 地球上的人类能看到天空中有两个太阳。 银河系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天体系统, 在这个系统中, 时刻都在上演着恒星的诞生与消亡。 未来的太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, 没有人会知道。 随着太空探索的深入, 人类未来一定能揭开银河系的奥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